各位法师慈悲,各位学员,各位顶友,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请广长,我们的主题是有关善导大师的净土思想, 引用的资料是善导大师全集, 善导大师的著作有所谓五步九卷, 五步就是观经四帖书,观念法门,法事战, 广生礼战,波州战,观经四帖书总共有四卷, 所以叫做四帖,那么法事战有两卷,其他各一卷, 总共叫做五步九卷,五步九卷当中观经四帖书是它的核心, 是它所有教理的这个会归,观音四帖书在我们净土中里面是很重要的一部书, 如果以经论来讲,靖书中的正一经论,正一经就是五量寿经,观五量寿经跟阿弥陀经, 所谓正一,就是主要依据的,根本依据的,那么其他的经典即使有谈到极肉世界的, 它是属于旁一,也就是从旁补助解释的, 再来就论,论就是往生论,那往生论,要了解往生论, 必须看坦卵大师的往生论注,所以讲到三经一论, 这个往生论,其实就是往生论注,再来有道错大师的安乐吉, 再来就善导大师的五部九卷,那么这个观经四帖书, 它可以说是净土中开宗立教的一本书,那么你可以说善导大师集净土中之大成, 它写这一部观经四帖书,不只是正确的解释观无量寿经, 把释迦摩尼佛的本怀,把阿弥陀佛的佛心正确的畅快的流露出来, 同时也对当时对观无量寿经的误解, 对极乐世界的依报正报的误解, 误解也加以纠正过来,成为一本模范的注解, 一种净土中模范的正确教理的说明的一部书, 有关净土的教理,如果跟观经四帖书所讲的一样, 那就是正确的,如果不一样,那就不是正确, 不过呢,所谓佛法无人说,虽至莫能解, 同样看观经四帖书,如果没有这个传承, 也就是没有善知识的指导,那也看不出观经四帖书的重点, 因为我有曾听过讲解观经四帖书, 一听之下,他所讲解的还是依然跟他以往所讲经的方式一样, 就是一文结义性的,至于这一部观经四帖书的架构, 它的核心点在哪里,对方是不知道的, 还是一样的,以这个经文的解释方式, 来文文句句的解释观经四帖书, 那这样解释的话呢,观经四帖书的特色就没有了, 就跟一般的书,经书一样的, 因为不晓得架构,不晓得核心重点, 不晓得它的这个规趋,终止在哪里。 所以我就写了这个观经四帖书, 这个观经四帖书的架构核心重点, 那么现在呢,我们都有这一本观经四帖书, 《红要随身书》。 在我们散导大师全集这一本书里面, 也有这个红要,只是这个随身书呢, 比较轻,随身可以攜带。 请大家呢,翻开第三页。 我这个纲要是, 是以十三段来说明的, 现在从第二段开始。 第二,它的小标题是, 迷陀指寿, 诸佛正成, 改定古今,尊信如今。 这为什么说是迷陀指寿? 迷陀指寿就是说, 这部观经是贴书, 固然是善导大师所写的, 但其实它里面的内容, 可以说都是阿弥陀佛亲自指点的, 亲自传授给善导大师的, 而且是经过十方诸佛来证明的, 证明这部观经诗帖书, 是合乎阿弥陀佛的佛心佛愿, 也合乎十方诸佛的奔怀的。 所以, 这部观经诗帖书是真实的, 如实的流露出佛所要讲的。 凯定古今, 凯就模范了, 名词来讲就模范, 动词来讲, 这是凯定纠正的意思。 那定就是所谓的判定, 一锤定音, 吹定这个教理的这个是非阿。 那古今, 就善导大师以前的, 还有善导大师当时的一些大德们, 对于《观无量寿经》的误解, 乃至对于极乐世界的一正二报的错觉, 都把它纠正过来, 把它正确化, 把它定论化, 是要定论。 尊信如经, 也就是说, 我们对这一部观经诗帖书呢, 要尊重, 要尊敬, 要把它看成就像佛所说的经, 经典那样, 把它抬高到那样的位置, 来尊敬它, 敬重它, 来信受它。 这个小标题呢, 简单的解释。 那么, 圣导大师为什么会写这一部观经诗帖书呢? 最后的本来, 主要是在于, 当初那个时代, 那个时代佛教界, 对这个观经, 观如量寿经, 非常的重视, 因为观如量寿经里面, 有谈到十三种定观。 因为本来学佛学佛 学佛就是所谓解行并进 同时回归在行 所以学佛佛法是一门实践的佛法 也就是修行 那么观无量寿经是很适合一般想修行的人 很适合他们修行的内容 所以很多那个时代几位有名的大德 都有注解这观无量寿经 最有名的就是水草时代 水草时代的慧远大师 这个慧远大师不是东晋时代的庐山 慧远大师不是 是另外一个 这个慧远大师是水草在长安 他当初盖一个寺院叫做静影寺 所以后来的人称他是静影的慧远大师 他的著作很多有几十部 那么每一本著作都是被后来的人非常的器重 常常在引用的 那么这个慧远大师有关净土方面 他有写一部 他对这个无量寿经还有观无量寿经都有写这个注解的书 观无量寿经叫做观无量寿经义记 他也写一部书叫做大圣义章 大圣义章 一般当中有一篇就是净土义 把十方佛图 十方净土 把它这个归纳分析 归纳分析成为三种 一种是视净土 一种是向净土 一种是真净土 那这三种净土都是净土 只不过高低差别是很大的 视净土来讲是指这个一般的凡夫 虽然还有贪生之的怀恼 可是它累积了很多清净的善根 然后回向这个往生净土 那么它所生的地方是叫做视净土 也就是说从外向上来看 是众宝所庄严的 清净的国土 叫做向净土 再来就是视净土 再来就是向净土 向净土就是身文圆绝已经断了烦恼 或者是菩萨视线度化众生 所生的这个国土叫做向净土 也就是说这个妙相是很庄严的 是清净没有污垢烦恼 所感到的这个国土叫做向净土 再来就是真净土 又真实的净土 也就是十地以上的菩萨 以及佛所住的叫做真净土 所谓真如实相 或者是实报庄严 这一种净土 分成这三种 同时呢 慧远道师把极乐世界归类为什么净土呢 归类为像 归类为视净土 在这三种当中 极乐世界是视净土 那为什么慧远道师这么归类呢 他认为往生去的是还有怀恼 还有怀恼还有罪业 只不过呢 他们恋佛往生了 以这恋佛的因而往生 可是由于他们是凡夫 所以他那种净土呢 叫做视净土 那么极乐世界呢 他呢是属于这个硬画图 画图跟这个视净土相应 所以他呢 不是高级的这个真净土 这个是慧远道师的这个判定 那当然他判定的 也有矛盾的地方 怎么矛盾呢 他认为这个九品往生 九品往生 这个上品生 无论是上上品 上中品 上下品 是菩萨 如果是上上品的话呢 那是四地 五地 六地的菩萨 上中品的话呢 是初地 二地 三地的菩萨 那么上下品的话呢 那么上下品的话呢 是地前 也就三贤 是俗正 俗住 俗醒 俗悔相 所谓三贤位的菩萨 那么这些菩萨呢 都是断了一品五品以上的 所以他们 这个上品这三种阶位 就是这三种身份的人 然后又判定这个中品生 中品上生 是三国以内的罗汉 中品中生 也是 享武烦恼的内凡夫 那么中品下生 是世间的修行善人 那又分叛这个下品三生 下品上下品中 下品下 是修学大圣法门的 只是依照他们所犯的过失的轻重 分为这三品的 这是慧远大师 慧远大师分叛 分叛极乐世界的一报 一报就是世境土 那正报阿弥陀佛是应身佛 那么往生去的 这上品中品下品 是那样的身份 都是圣人的 都是大圣根基的身份 那么这个呢 是完全错误的 而且彼此矛盾的 既然判定 极乐世界是世境土的话 怎么会是这个 上品生是出地以上的呢 那就互相矛盾了 再来的话 有一位大师 是鼎鼎有名的 就天台中的 智乙大师 他判这个极乐世界呢 跟慧远大师 几乎是差不多的 也是依循慧远大师 他判的是仕途 仕途就是 这个凡胜同居土 方便有余土 死报庄严 无碍土 还有就是长极光土 那判定极乐世界呢 是凡胜同居土 判定阿弥陀佛呢 是应身佛 应身佛 那么这呢 也是错误的 再来的话呢 就是三论中的主师 叫家想大师 家想大师 他所分叛的 极乐世界的一正二报 也跟慧远大师 智乙大师 都差不多 都差不多 那这样的话呢 就导致一种现象 也就是说 暴土 极乐世界不是暴土 那如果是暴土的话 凡夫 不能往生 凡夫无分 凡夫能够往生的话 那就在凡胜同居土 因为是凡夫嘛 那你呢 既然有胜者 那又有我们的凡夫 所以是凡夫 圣同居土 这样的错误的解释呢 导致 任何的人 就很少 很少 不求生极乐世界 那么最大的 一个错误的 杀害比较重的 就寿论中 摄论中的这个大德们 是依据 五左菩萨 所写的 摄大圣论 里面的一段 吻 来解释 解释这个 观无量寿经 的恋佛往生 怎么解释呢 解释为 别时意 也就是说 所谓的恋佛往生 不是指这一辈子 是现在累积 这个因 等到将来 将来 功德够了 因缘成熟了 才能够往生 好像 所谓的 累积一块钱 就能够成就 一千块一万块那样 不是说 今天累积一块 今天就得到了 一千块一万块 不是 是等待未来 因此 把这个念佛 解释为 别时意 别时 不是在今生 今世 那么这一种解释 就不正确 而且 对净土中的影响 就很大 大到什么地步 同样在那个时代 善导大师的徒弟 叫做怀感大师 他有写一部著作 叫做 这个群疑论 这个群疑论里面就说 色论至此 百有余连 诸德 贤见此论文 不修西方敬业 也就是说 自从色道圣论 这一部论 到了中国来 有一百多年 一百多年期间 凡是看到这部论 的大德们 就不修西方进土了 不恋火了 不往生极乐世界了 不求生极乐世界了 可见呢 这一种 错觉 误解 影响 就那么大 那么善导大师 就非常的感慨 非常的感慨 为了 为了所谓显证 解释他们的这个错误 让 政府法门能够正确的 弘扬 让更多的人 能够来练佛 所以 他就 对《观无量寿经》 来注解 这个就是 《观经四帖书》的 这个来源 起因是这么来的 那么他为了注解 这《观无量寿经》 他是 什么样的观念呢 他认为 我们是凡夫 他很谦卑的说 我们是生死凡夫 智慧嘛 是很浅短的 一般讲财书水浅 那么佛经 佛经 是从佛 佛那么高的境界 所流露出来的 所以他的教理 所以他的教理 是很深妙的 那么我们不能随意的 依自己的智慧 学问或所理解的 来解释 必须是通过佛 通过佛 来指导 这是他对注解经 《观无量寿经》的这个观念 再来的话是 为了约正对方 对方 都不是泛泛之辈 都是一宗之师 开宗的主师 为他们的学问 道德 修行 都到了 某个 让人家肯定的境界 为了纠正他们的错误 这个不容易 同时 为了扭转 一般信众的这个观念 让一般信众 重新 恢复 对念佛的信心 对往生的这个发心 这两个都不是容易的 如果没有佛 来指点 来证明的话 那是没有权威性的 没有分量的 因此 散导大师 发心 要写这一部 《观音经》 《思帖书》之前 他就要请佛来证明 怎么请佛证明呢 要住节的前一天 特别的 送三部 《阿弥陀经》 同时练三万僧 那么阿弥陀佛 祈求 十方诸佛 还有阿弥陀佛 清净海众 来显现 来证明 来指导 结果 他所祈求的 统统呈现了 所以这一部 《观音经》《思帖书》 所感召的 灵应事迹 超越一般的 灵应 是非常殊胜的 这只要看这个 《观音经》《思帖书》 后面 赞导大师 所写的 拔文 就可以了解 实在是非常令人 赞叹的 《观音经》 祈愿阿弥陀佛 释迦牟尼佛 石旺诸佛 来扶持 来指导 结果呢 当天晚上 他所祈愿的景象 就完全呈现了 而且 非常的清楚 利利分明 如同在眼前 也就是说那天晚上 阿弥陀佛 释迦牟尼佛 十方诸佛 这一些佛 以及种种颜色的宝山 种宝所成的山 仙宠 千宠的 万宠的呈现 而且种种的光明从天照下一地 地面都是一片金色 种种书性的景象都出现在他的面前 那么经过当天晚上这些灵印之后 隔天他就开始动笔撰写观经四帖书 那么撰写的每一天的晚上 都有一位圣僧 来指导他弦意的内容 以及科文要怎么判 科文要怎么写 所谓指导弦意科文 一直到这一部经的这个玄意科文都写好了 才没有再梦到这个圣僧 那么观经四帖书写完之后 已经完稿了 他就再度的祈求发愿 果然连续三天 阿弥陀佛啦菩萨啦 种种瑞相在他的眼前 加以证明观经四帖书是合乎佛心浮辨的 是如同佛所说的 可以尊敬供奉如同经典的 可以说这部观经四帖书 是这一位圣僧所写的 因为每天晚上都有一位圣僧来指导 指导他的旋意旋意的内容 还有科文 整部观如量寿经的科文要怎么判 那么这一位圣僧是谁呢 可说是阿弥陀佛 因为如果不是阿弥陀佛 谁会来显现在他的梦中呢 在那个时代 弘扬净土法门的人并不多 同时能够比善导大师更加超越的 可以说没有 如果有的话 那就是他的师父道座大师 以及谭卵大师 论佛菩萨本来都能够在一段之间显现 是现到十方世界去的 显现成佛度众生的 一段一时 一段一时同时的到十方世界去 并不是说现在到了东方就不能到西方 要等到东方回来之后才能到西方 不是这样的 有一句 有一句祭语说 佛身充满于法界 普现一切众生浅 随远覆感 弥不周 而横除此 菩提坐 意思就是说 佛呢 是超越时间 超越空间 是无始不在 无处不在的 只要呢 所谓人有诚心 当下 就会有感应的 不管这个人 是在什么时代 在什么地方 东西南北 十方世界 都能够同时同样显现的 那么自古以来相传 散导大师 就是阿弥陀佛的法身 所谓佛佛相恋 一佛出世 千佛复持 因此梦中的圣生 当然很可能 就是阿弥陀佛 因此这一部观经书 就等同是佛所说的 也由于观经书 是以阿弥陀佛的 第十八愿 也就是阿弥陀佛的愿心 来解释 整部观无量寿经道 由此 我们可以知道 散导大师跟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跟散导大师 同时 散导大师的观经书 这三个 是非常亲密的 结合在一起的 因为我们要了解 阿弥陀佛是怎么样一尊佛 必须先了解 他的四十八大愿 要了解他的四十八大愿 必须先抓住他的根本 所谓本立而道生 那他根本愿在哪里呢 根本愿就是第十八愿 所以掌握到了第十八愿 就是掌握到了阿弥陀佛的佛心 阿弥陀佛的佛愿 掌握到阿弥陀佛 所以他完全都是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 尤其是根本愿 来看整部观如量寿经 来解释整部观如量寿经 那么这一种解释的取向 也是这个圣僧 梦中圣僧所指点的 那么这一种取向 正合乎释迦摩尼佛 合乎十方如来 出现在世间的本怀 所以不只是无量寿经 是释迦摩尼佛十方如来的本怀经 观如量寿经跟阿弥陀经也是 因为这两部经跟无量寿经 是同体系的 同内容的 只是解释的角度不一样 架构不一样 但是它的宗旨是一致的 毫无差别的 那么在八百多年前的日本 有一位法然上人 他是日本净土法门的开宗主师 他有写一部书叫做选择集 在选择集的后面巴吻的地方 就极为崇敬的赞叹赞导大师 以及这一部观经思帖书 他赞叹说 每夜梦中有僧 只受悬疑 僧者恐是弥陀应现 每夜晚上梦中 都有一位圣僧 来只受他的悬疑 这一位圣僧 应该是阿弥陀佛所应现的 那么可谓此书是弥陀传说 可以说这一部观经思帖书 是阿弥陀佛所传授的 阿弥陀佛所说的 何况大唐相传云 善导是弥陀化身也 可谓此文是弥陀直说 也就是说观经思帖书 是阿弥陀直接所讲的 既远易写着一如经法 此言成夫 也就是说 善导大师在观经思帖书的后面把吻 就很郑重的写一段话说 欲写着一如经法 一字一句不得加简 也就是说 如果要写这一部观经思帖书的话呢 就要把它当作是在操心一样 一句一字都不能给它加一句 或减少一句都不可加减的 那么这个观经思帖书的受到重视 不只是日本的开宗主师法兰上人 我们中国静土中的几位主师 譬如说明朝的廉耻大师 以及阴光大师 都非常的重养赞导大师 譬如廉耻大师 廉耻大师是明末世高僧之一 他写一本书叫做往生集 往生集里面就很身心感福 赞导大师 对赞导大师的 威威崇高的德行 人子大师怎么赞呢 人子大师赞说 赞导和尚 试传弥陀化身 观其自省之经验 力生之广博 万代而下 又能感发人之信心 也有国王 也有大臣 也有寻常的老百姓 甚至也有动物往生 恶人往生 这其中当然少不了 赞导大师的往生事迹 那么廉耻大师在往生集的每一则事迹的后面 几乎都有暗语 那么他在这一本往生集当中 对赞导大师的暗语 就是很高度的赞叹说 赞导和尚 弥陀化身 他也赞叹赞导和尚 是阿弥陀佛所发身的 那他 又假设说 如果 赞导大师 不是阿弥陀佛所发身的话 那至少 也是观念菩萨或普贤菩萨 这一类一生补处的等觉菩萨 以上的菩萨所示现的 那像廉耻大师 世平朝 末年 数一数二的高僧 也是净土中的第八位的祖师 他这样的赞叹 当然不是随随便便的 否则等于达妄语 等于戏论 尤其是到了苹果初年 净土中 鼎鼎有名的映光大师 他更是非常崇洋 极为赞叹的 说 散导和尚 细弥陀化身 有大神通 有大智慧 有大智慧 映光大师这样的赞叹 几乎是很崇高的 散导和尚是唐朝时代的 出家人 一般看出家人 在怎么样的德行高尚 也还是肉体之深 可是对散导大师 认定他是阿弥陀所化身 是有大神通的 是有大智慧的 映光大师又特别 写了一首祭语 来赞叹赞导大师 他怎么写呢 他说 四传四似弥陀现 提倡恋佛一周善 切借随者须辉迁 坚使极力生心愿 结以骗通一切法 行则积以积离双气干 恋佛出光力会众 所说当作佛说堪 我这样练 大家肯定听不明白 不过这些事迹 都有编辑在 散导大师全集里面 也都编辑在上次 上星期 我们所看的 散导大师略传里面 那么这些文句都很好 我本人对这些 也都很喜欢 散导大师在一首记最后两句 最后两句 他说 这个 任佛出光力会众 也就是说 散导大师 任一声佛号 就出了一道光明 他为什么要显示这个光明呢 目的就是要鼓励 鼓励大众 鼓励大众 启发大众的信心 鼓励大众的念佛 愿生心 所说当作佛说堪 散导大师所讲的 要把它当作 是佛所讲的来看待 殷光大师 他这一种敬仰 可以说是 非常高 无比的敬仰 殷光大师这一种赞叹 可说不随便的 不含糊的 必定有他的正量 透过他的智慧思维之后 才敢这样讲的 不然的话 他所讲出来的 如果太过轻率 或没有根据 无本可据的话 岂不是自损他的人格吗 所以廉慈道师也好 印光道师也好 这两位祖师的 这个正量所讲的话 更能显现出 散导大师 是阿弥陀佛 化身这个混量 这是先谈到 这个赞导大师 这个观经诗题书 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 这个 观经诗题书 纲要 也是第三页 看这个内文 观经的 主题很奇特 另一般圣道门 诸宗师 难以理解 所谓诸宗师 主要就是指这个 社论中的这个大德们 以及 慧远大师 至于大师 跟家想大师 但主要呢 还是指这个 慧远大师 以及社论中的人 那么他们呢 都是一般圣道门的 那么讲到这里呢 刚刚所讲的这几位大师 似乎呢 是在批评他 甚至呢 在 批啊 评断他 这个呢 我们要怎么看待呢 我们要晓得有这一件 这件事情就好 然后回归 正确的净土道理 但是呢 我们不可以 鄙视 或呢 轻视 为什么呢 因为 他们也是一宗之师 一宗 就是指 开创 一个宗派 的这个主师 或者是呢 有修行 有道德 有学问 可以做一般人 善知识的 所以我们呢 还是要抱着敬重的心 只不过是 为什么 他们会有错误的理解 错误的解释呢 当然 一方面是 他们局限于 圣道们的自立 再来的话 是没有这个师承 没有善知识的这个指导 不像善导大师 他有这个法脉 就只差这样而已 有一句话 有一首记说 恒失隐秘有三事 隐秘自己之功德 隐秘他人之过失 隐秘未来之计划 学佛人 就是要修行 修行 就是要呢 随远消就业 各目照新样 要积功累德 那么积功累德 先从哪里来呢 从隐恶扬善来 自己的好处功德 要掩盖 别人的 即使一点点的这个过失 我们要尽量掩盖 一般人的过失 我们要掩盖 那么那一种 这个 指导人物 指标人物的过失 我们更要掩盖 因为一般人的过失 不掩盖 影响的不大 那指标的人的过失 把它宣量出来 影响就很大了 那像女众的过失 明解很重要 要更加要掩盖 那么男众呢 当然要掩盖 比较女众来讲 女众比较处于弱者 更要掩盖 那么一般人的过失 要掩盖 德高望重的人的过失 也要掩盖 为什么 因为人非圣贤 谁能无过 那么德高望重的人的过失 你随便宣量出来 那么大家的信心 岂不是都没有了吗 所以要掩盖他人的过失 这样可以给自己累积 这个福德 效业障 也开智慧 那当然善导大师 有他那一个时代的背景 也有他的立场 他不得不这样做 也有他的这个权威性 但我们不能模仿 如果模仿的话 只有增加罪恶 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